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日常生活中 喝水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 然而喝水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这些年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发现 喝水这件事竟然也有着无数个选择 小分子水 弱碱性水 矿物质水 能量水等等的概念 让我们越来越糊涂 面对这些明目繁多的瓶装水 我们应该怎么选 什么水才是安全的 健康的 按那个净化水的那个净化水 按了一个净水器 对 就喝那桶装的水 都有 桶装水 瓶装水 瓶装水都会有 我们家专的净水机 我们家就是喝水泡茶用的是瓶装水 然后做饭的话那些用的是自然水 各种概念水你们买过吗 没买过 进口的我们可没买过 你知不知道就是有一些什么小分子水 弱碱性水 有一点概念 那你会买那些水喝吗 很少 为什么呢 我觉得好像没那么神奇吧 还行 以前很多饮用水都在炒概念 因为有了这些概念能把水卖得很贵 现在市场上的瓶装水还有哪些概念水 2015年6月 记者在上海北京的几大超市暗访 希望了解瓶装水的市场 在这家超市里记者发现 货架上摆放着多种瓶装水 这些水以各种名称亮相货架 真是让人目不暇接 仔细查看包装说明 他们还是从五湖四海汇聚而来 念青唐古拉山 昆仑山 长白山等等 有的还著名了矿物质元素 天然弱碱性 世界稀有小分子团等等 同样是一瓶水 这些概念水的价格却比纯净水高出很多 更有国外进口的瓶装水 价格让人难以接受 这些贵的水真的有那么好吗 以弱碱性水为例 其实早在几年前 我们就已经揭开过它的神秘面纱 北京大学营养食品与卫生学教授 李可基考所门 人体内环境非常稳定 外界的酸或者碱都不能改变人体的PH值 人的酸碱平衡要围续在一个相当精密的系统当中 不能随便变 变成真正的所谓的酸过多了就变成酸中毒了 碱过多了就变成碱中毒了 古学新教授按照人体体液的化学成分组成 配置了一个模拟体液环境的缓冲液 并按照每天喝一升水的比例 将碱性水加入到缓冲液中 缓冲液的PH值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你外来的比点碱 它是不能改变人体PH值的变化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胡晓松认为 如果靠喝碱性水就能使人体内环境偏碱性的话 反而对人体有害 这些致病维生物喜欢的环境都是偏碱一点 如果喝水能让我们的肠胃变碱了 那就是帮助了有害维生物 原以为弱碱性水的知识早已经被大家接受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记者在上海的超市里竟然看见了这样一个牌子 水与水不一样 测一测就知道 仍然还有商家在用这样的方式进行现场促销 销售人员现场给我们演示了他们的促销测试 用PH试纸放进他们销售的水中 以及另一种品牌的水中 他们的水变成了绿色 说明这是碱性的水 另一杯水变成了淡黄色 说明这是弱酸性的水 超市的销售人员对我们介绍说 把湿纸放进嘴里 湿纸会变成绿色 说明人是碱性的 所以要喝碱性的水 你不像这样的话 你弄一只放在嘴里 我以前试过 拿了一张反而放在嘴里面 然后它出什么东西的 难道测试之后水变成绿色 就能证明这是好水吗 记者拿这种PH试纸 分别对冰川水 矿泉水 纯净水 进行测试 测试的结果又会如何呢 酸碱度的测试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 我们只需要把PH试纸部分放入水中 并查看试纸的颜色就可以了 为了与超市的测试同步 我们也把整张试纸直接放进了水中 经过试纸测试 冰川水和矿泉水全都变成了绿色 只有纯净水是淡黄色的 也就是说冰川水和矿泉水是弱碱性 纯净水是弱酸性 它们的酸碱度都在6.5到8.5之间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自来水和桶装水的测试 这杯是自来水 这杯是桶装的纯净水 果然自来水仍然显示绿色 而桶装水是淡黄色 根据这个测试结果 自来水的酸碱度和矿泉水是一样的 是不是也可以跟矿泉水卖一样的价钱呢 酸碱度究竟是个什么概念 我们就这个问题来到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饮用水安全教研所 这个于2006年成立的教研所 主要研究饮用水水质对人体的影响 以及各种水源的饮用水处理等技术 教研所的陈聪老师为我们解答了PH市值的疑惑 PH值实际上只是我们饮用水的一个指标 我们饮用水有106个指标 PH值只其中一项 那么我们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边 规定的PH值的标准范围是6.5到8.5之间 只要满足这个标准的水 你们都认为是合格的水 那么至于市面上 现在很多人在说的这个碱性水呢 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讲 我们并不认为是一个严格的概念 关于水的酸碱度在国家标准中有着明确规定 水的酸碱度在6.5到8.5之间都是合格的水 并没有好坏的区别 酸碱度并不是判断好水的标准 这仅仅是商家的促销手段 而随着炎炎夏日的到来 银用水安全问题格外受到大家的关注 不管是瓶装水 桶装水 还是自来水 都存在饮水安全问题 那么大家对瓶装水的安全问题 有哪些认识呢 一般都不会喝了 一般都在过夜以后一般都不喝了 要么我就会放在冰箱里啊 第二天喝 要么我就把它温暖 我觉得一天喝不完 第二天不喝了不能 就拿瓶装水来说 如果开封后长时间存放 高温的夏季 水中很快就会滋生细菌 威胁我们的健康 记者将一瓶开封三天的瓶装水 送去进行微生物细菌指标检测 结果显示 这瓶水的细菌指标已经严重超标 那些昂贵的瓶装水 开封之后如果不及时喝完 一样也会细菌超标 在自来水的生产过程中 杀菌消毒环节 是保障饮用水安全的重中之重 消毒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甭管你试用什么水源 都必须要消毒 因为这个如果水里边 存在一些病原微生物的话 通过管道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我们喝了之后 就可能会产生急性的传染病 那么这对于我们健康来讲 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威胁 在饮用水的国家标准中 自来水有106项指标需要达标 从水源地取来的原水 在水场经过多套处理工序之后 最后会采用什么方法 对水进行消毒呢 我们常用的消毒方法呢 一个是用氯气 或者液氯 另外一个呢 就是用二氧化氯 还有呢 有些水场用氯氨消毒 所以基本上来讲呢 都是基于氯消毒的一种消毒工艺 在自来水生产中 还有一种使用臭氧的消毒方法 与氯气消毒相比 臭氧具有很多优点 臭氧是一种有特殊秀味的淡蓝色气体 在常温常压下 可以自行分解为氧气 我们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 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 看到了正在进行的臭氧对水的脱色实验 彩色的水中注入足够浓度的臭氧之后 水的颜色迅速变成无色 那么现在在引用水里面呢 臭氧其实应用的越来越多 它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去除水当中的有颜色的物质 第二个呢 是可以去除水当中 带来一些味道的一些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作用呢 可以降解水当中的一些有机物 臭氧可以杀灭水当中的原生动物 这个呢 是液氯消毒没法做到的 这是它的在 卫生物灭活上面的一个优点 那么臭氧作为消毒器来说呢 它所相应生成的副产物 种类和毒性都要小得多 所以这也是采用臭氧消毒的一个好处之一 目前臭氧对水和空气的消毒 已经广泛应用在医疗 旅游甚至农业等领域 但是由于臭氧消毒的持续性不如氯气 所以目前自来水的消毒 仍然没有普遍使用臭氧 可是由于自来水用氯气消毒会产生一些副产物 比如说水里有氯气的味道等等 影响了自来水的口感 很多家庭也因此选择了五花八门的饮水方式 自来水啊你要是细心品味啊 它跟那个桶装水和过滤水还是不一样 它还是有味儿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口感就碎一点 就是不能茶的味道就被盖掉了 那么我们怎么来改善这个口感呢 就是说你可以用家用净水器 它可以进一步分解一些残余的氯 同时呢还可以把一些有机物吸附掉 所以就是安全的是我们公共供水的最基本要求 那么如果大家就是对于口感有特殊的要求的话呢 那就是可以自行再去采购一些净水的这个器具 家里安装净水机 已经是现在很多家庭的选择了 可是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各种净水机 我们应该怎样选择呢 说到选择净水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目前的净水技术虽然已经非常成熟 但是净水机种类繁多 也不容易做出选择 其实要想喝到可以直接饮用的安全的水 我们应该选择具有净化和消毒功能的净水机 水质净化器目前看来在家庭里用的比较普遍 比较普遍 但是净化器分了很多种 没有消毒的装置 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可以直接饮用的 可以消毒就可以直接饮用 活氰碳只有活氰碳的话呢 是没有办法直接饮用 家住在上海的吴先生 二十年前从安徽来到上海工作 他从小在家喝惯了家乡的井水 来到上海总觉得这里的自来水有一种怪味 所以在他家里 家人喝的水一直是买瓶装水 或者桶装水 这么多年来他已经喝过不少种类的水了 因为家里有小孩子 所以对喝水也比较重视一点 希望他们能够健康一点 为了保障孩子的健康 今年吴先生给家里安装了净水机 最近他听说了一个简便异形的检测水质的项目 于是他在家里对自来水和净水机的水进行了一个测试 这个是自来水 对的 这是自来水 测一下 现在是零 对的 这个是自来水 这自来水 150 8 你这个水质量还不错 对 比矿泉水还好多 我们做过测试的话 矿泉水比这还高得多 8 那你们家对水还是质量非常好 就是应该是喝起来比较放心 对 吴先生所做的这个测试叫TDS测试 TDS是总溶解性固体物质的英文缩写 这个数值指的是水中总溶解性固体物质的浓度 这个小小的测试仪简单方便 能清楚地测出水中固体物质的总含量 我国的自来水国标中 规定TDS应该小于1000 而吴先生用测试仪测出来的数据显示 他家里的自来水TDS指标是150 符合自来水的标准 而经过浸水机浸化的水中 含有的溶解总固体量更低 与吴先生一样 黄女士也一直担心家里的自来水水质问题 黄女士的丈夫是一位生活在上海的台湾人 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黄女士非常注重家里的喝水问题 在这个小区住了八年了 以前我们喝那个 就是去超市会买那个瓶装水 喝水泡茶呀 煮 喝开水都是用瓶装水 那大概有八年前 我们就开始装那个电解水机 就自己在家里 女用水都用电解水的 听说可以用测试仪测试家里的水质 黄女士也在家里测了一下 然而测试的结果却让她有些意外 这个测试器就是你说的那个电解水 小分子水 对对对电解水 它也是小分子水 那我们平常的话 我们会调到这个泡茶的部分 先测一下出来 从来不给小朋友买饮料喝的黄女士 平时非常注重喝水的健康问题 可是她没有想到 家里浸水机出来的水 TDS指标 怎么会跟自来水差不多呢 就相当于这个电解水 可能是说的是小分子水 可能但是跟自来水 其实没有什么 对呀 这个就是比较让我意外的 比较意外 虽然仅仅通过TDS这一种指标 并不能全面反映水质的问题 但是至少这个数值表明 黄女士家中 电解水的总溶解性固体物质的含量 与自来水相差无几 如果水中的这些固体物质含量 过多也会影响水的口感 喝上去就会感觉到 有咸味或者苦味 就在我们做测试的时候 黄女士家的小朋友 为我们搬出了家里的进口矿泉水 她说这个水很难喝 我们用测试仪进行测试 看到了这个数值 让人大吃一惊 竟然达到了一千四百多 又苦又喜 你也那么好喝 我喝了就得吐 慢点 一千以上的TDS 已经超出了我们自来水的指标 水质还不如自来水 根本不能直接饮用 看了这样的结果 黄女士当即决定 把这些国外的矿泉水倒掉 不再喝了 目前自来水 纯净水 矿泉水 是我国居民主要的饮用水 自来水来自天然水源 经过一系列消毒处理 进入到居民家中 自来水经济实用 是平时生活中首选的饮用水 如果在家中安装了 具有消毒功能的净水机 就能放心饮用 纯净水是在自来水的基础上 采用各种先进技术 去除水中有害物质 而净化出来的水 包括小区里的饮用水机生产的水 而矿泉水是指含有一定矿物质 及特殊成分的地下水总称 也是经过一定的除菌处理之后 生产的饮用水 在这三大列的水中 矿泉水价格较高 很难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长期饮用水 而且无论是自来水 纯净水 矿泉水 水仅仅是参与人体代谢的一种载体 我们不能把它当成营养的来源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 水源是否安全 是否经济实用 才是重要指标 而没有必要迷信 那些十几元一瓶的贵族矿泉水 以及所谓的碱性水 它水是一个载体 它可以运送我们的营养物质和代谢产物 它还可以保持我们人体的一个恒定的体温 还可以维持我们消化道的一个这种消化的功能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建议饮水 而且还给咱们中文药学会 还给了一个具体的饮水量 根据咱们的一个膳食营养的平衡 你这些所有的营养素就够了 你那水里头 你添加了矿物质 还是添加了额外的什么维生素 我们不提倡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 不讲究这个什么酸性体质 碱性体质 没有 我们不讲究这些 北京武警总医院的营养科主任李慧 每周都有门诊时间 在门诊室 李慧经常会遇到一些怀孕的准妈妈 过来向她咨询营养护理等方面的问题 她也经常向她们介绍饮食和喝水的健康知识 李慧多年从事营养学的研究与临床实践 并与其他科室合作 对癌症患者 糖尿病患者 高血压患者 以及孕产妇的营养保健饮食 进行科学合理的搭配 为患者的尽快康复 提供必要的保障 她认为 人的营养主要是从平衡健康的饮食中获得的 你就是白开水 加上正常的咱们的一个平衡的膳食就够了 炎热的夏季到来 营养专家建议 一个健康的成年人 每天至少应该喝一千两百毫升水 别等口渴的再喝 别喝过久放置的水 瓶装水开封后要尽快喝完 另外没有必要迷信高价瓶装水 为了规范市场上的概念水乱象 2015年6月 一个关于瓶装水的国家新标准开始正式实施 这就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 GD19298-2014 这个标准适用于除了天然矿泉水之外的包装饮用水 也就是我们平常经常饮用的瓶装水 无论是使用公共供水系统 也就是我们俗特的自来水作为原料 还是用非公共自来水 比如说地表水或者说是矿泉水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水源做原料 那么这个原料都必须符合我们讲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也就是国标GB5749-2005这个标准 这个标准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我们熟悉的瓶装水又会有哪些变化呢 国标规定 除了天然矿泉水之外 今后市面上在售的瓶装饮用水 只能分为饮用纯净水和其他饮用水两类 所以包括蒸馏水 活化水 小分子团水 功能水 能量水等名称 今后都将被禁止出现在 瓶装水的标签上 而且如果瓶装饮用水使用了食品添加剂 需要在产品名称上标注出来 另外 饮用矿物质水这个名称将不再使用 矿泉水是天然的带有矿物质的饮用水 而矿物质水是人为添加了食物添加剂的水 应该属于其他饮用水的范畴 包装饮用水的命名应该真实科学 不能是以除水以外的一种或其他若干成分来命名包装水 那么这对于之前老百姓选择包装水的时候 面临脸花缭乱的一些术语来讲 那么这是做了一个反普归真的一种规定 饮水健康问题是一件重要的事 同时也是一件简单的事 不论是自来水瓶装水还是土装水 只要是安全的洁净的新鲜的水 就能满足人体的需求 面对那些价格昂贵的概念水 我们只要了解了喝水的科学知识 就不会再花冤枉钱 天气渐热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 面对美味的诱惑 您是否还心存疑虑 使用小龙虾到底安不安全 走进科学带您一起调查小龙虾的真相